恒清湾酒店 离开了恒清湾酒店 我们先向恒清湾码头 恒清口岸的这个方向 我们又看到恒清长龙的招牌了 哇,这里很漂亮 右手边,对面就是澳门 左边有个停车场,我们去停一下 到这边来走一走 从这个停车场这边呢 就有一个出口就出到马路上 我要走到对面的恒清码头去 从这边呢,就是有楼梯可以上 自动扶梯还是关了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停车的停车场 这个过街天桥很漂亮啊 景色是更是没得说 左前方就是大海了 一个东楼 对面就是澳门了 所以看到澳门 恒清满河 哇哦,这边的风景很好啊 哇哦,这边的风景很好啊 原来这个口梯是开的 只要一站上去它就动了 只要一站上去它就动了 原来这个口梯是开的 看看這風景怎麼樣 橫勤遊客服務中心 登城庫 這邊就是登城庫了 橫勤 橫勤碼頭 現在站在了橫勤島上的橫勤碼頭 碼頭那邊就是澳門 這裡到澳門非常近的距離 游泳都可以游過去 但是它是一個口岸 一個小小的碼頭 碼頭邊上的一個鐘樓 有點普奧特色的一種建築風格 不知道是原來就有的還是新建的 這邊呢 寫著是橫勤村民出入澳門通道 應該這些居民可以隨意過澳門去的 因為很多氫氣可能就在這兩邊 這邊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走上這個台階 我們就站得高了 從這裡 橫勤碼頭的那個鐘樓 看到一些船隻停在河裡 對面呢就是澳門的青山 小小的綠綠的山 在前面呢就是澳門的熱鬧 應該很多的工廠的建築 大型的酒店 這裡還有一、兩艘小船停在了土地上 這段路也非常的不錯 畢竟都是靠海的地方 海風習習 雀在身上還是比較涼爽的 很美的風景 好,我們就不往前走了 應該都差不多的景色了 應該這裡就是比較窄的一段 離對岸不知道有沒有一百多米 我們原路返回吧 我看這裡有紅綠燈 我們都不用再走那個人形天橋了 直接這邊走過去就好了 再給大家看一看 是從剛才從那邊過來的 从停车场出来,就是面对的恒情口爱 可能没有停够时间吧 停车不用前 右前方澳门的这些房子,很多酒店 前方有限速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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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边就是澳门大学 在这边的一个分部 看有很多铁丝网围着的围墙 它是专门借了这个横行的这块地 右前方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块牌子写着横行口岸 横行口岸是一个比较新的横行岛到澳门的一个口岸 我们没有走过这个口岸 一般以前去澳门的话都是从龚北口岸 连绵不绝的这些房子都是澳门大学的房子 这是口岸的送客平台本来应该可以走的 但算了怕到时候上去下不来就麻烦了 口岸我们就不去了啊 这边的都是应该是口岸方面的一些建筑机构吧 整个感觉呢,这里很轻 人和车呢,相对也比较少 所以呢,有一种比较舒适的感觉 前方这些正在建的高楼大厦呢,应该是横倾比较中心的位置 我们也去走一走 从这些楼宇的建设的一些状态来看呢 应该还需要个两三年时间吧 这边才会真正的完成这些建设 很多高楼都叫不出它的名字 所有的核心产阴上的中心 你让它们来到一个区别的建设 这位屋宇的建设是里面得很大 在这里面的鞋上 然后你刚才看到这些建设的东西 然后我们的家里面是几个小屋 哦呢,我们的家里面是一个ati的 因为我们的家里面 都好像在建设之中 相当不错 华发公司的恒秦湾的销售中心 华发在珠海应该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开发商 在珠海有很多的楼坛是它的 前面这些高楼楼群可能就是恒秦岛上的主建筑了吧 我刚写在金龙岛我们也上去瞧一瞧吧 都在建设当中 但是没有什么看透 右前方的高塔就是澳门的可能是电视塔吧 我们就从这里掉头了 好 上面有一个逆行的车 我们要走横行大桥 南国这些特有的棕榈树啊 前方就是横行大桥了 这边有个海关 1425米长的横行大桥 连接在珠海和横行岛 十六个月 十六个月 从桥上往右手看是很美的景色 都是澳门的一些主要的建筑楼群 可惜没法停下来给大家拍 感谢观看